前几天看到一个久违的港姐圈消息 瞬间启动了我尘封已久的选美之魂 被称为香港小姐选美史上最丑港姐冠军雷庄儿 每逢她出现总是那么惊天动地又不可思议 这次也不例外 前几天她空降习港就带来了两个震惊的信息 首先雷庄当选港姐冠军居然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 岁月居然恐怖如斯 明明感觉没过多久 居然已经七年了 回想当初她作为空降党 在选美决赛业收获特别定制装造 以及黑幕待遇疯狂撸奖的死亡场面 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故事在回顾一遍依旧惊心动魄 当晚她以正面包侧面秃得惊人颜值 拿下港姐赛事最大的两个奖项 香港冠军家最上镜小姐 成为双料港姐最大赢家 她的成功当选 让全港舆论空前团结 从媒体到艺人 再到网民骑声马TVB操控赛果黑幕夺冠 香港那边当时还没入主TVB 当高层的曾志伟公开内涵赛果造假 张柏芝发文说自己被惊呆 网民更是骂麻翻天 内地网友也难得和HK网友达成一致 两地友好全靠雷冠 夺冠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后台背景论 和赛果黑幕说 雷冠态度相当嚣张 见谁骂谁 一点不带客气的 问曾志伟是什么咖都不认识 他说啥自己不在乎 说自己不懂中文网友太多负面言论 自己不骗也没空力 不但对艺人对网友 雷冠疯起来连TVB也没放过 可能是心虚 给了雷冠奖项的TVB 没给他什么资源和演艺机会 港姐一年服务期内 雷冠几乎没得到什么工作机会 参加活动少之又少 曝光率低也不给合约 这让志在当影视巨星的雷冠 很是恼怒 于是他刚了一波TVB就走人了 公开发声明表示 是自己不续约TVB 要离开小小的TVB怒闯大大的好莱坞 重新开始精彩的国际演员之旅 可惜呢 做梦容易圆梦难 世界对美女的审美或许有差别 对丑的看法却挺一致 雷冠的从加拿大起飞到好莱坞计划 折腾了好几年 但几乎毫无水花 据兴盟不费炊灰之力就破灭了 你说他努力吗 不是 其实雷冠非常努力 他甩了牙医男友 找了个网红男友 又搏出大肚子运照 假装怀孕出新闻 什么招数都用尽了 但全部属于无效努力 别说好莱坞大明星了 他在加拿大 连个本土网红都没当上 他的资料里说他拍过广告 拍过短片 还参演了网飞剧的Recruit 我是没看过 如果有幸运朋友看到 可以call我一下 转眼到2022年 雷冠又神奇参加了一个名为 Miss Face of Humanity 2022的所谓国际选美赛事 不仅得了个第四名 还发通告说 打脸了曾经朝他瞅的 无知网友们 国际美你们不懂 更离奇的是 甚至还拿他咽压 环球小姐第五名的杨宝玲 说他刷新港姐 国际得奖名次记录 为港争光云云 不过这个从来没人听说过的 国际赛事 只是发了几篇小通稿 就没了动静 雷冠依然稳定 置身于胡咖圈 事业不见起色 今年呢 雷冠又突然回了一次香港 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震撼信息 据说他最丑变神言了 关于他的报道新闻标题是 雷冠颜值逆袭变美了 最丑港姐变靓女 所报回港网友 欢迎她回来发展云云 于圈向来是奇迹诞生之地 丑女大逆袭的故事 在也确实常有 PO出的新照片 看起来也似乎是好看了很多 突出的古兴包牙没了 有种大气和洋气的感觉 但讲着我不信 因为这种应照逆袭视频截图 暴露真相的故事 我在雷冠肾上看过无数次了 从港姐夺冠开始 精修应照都是大气名言世界女 一看视频抓拍报道没朋友 精修这样 实际这样 这次也不例外 我翻看了一下 她所谓的变脸逆袭 感觉大概率依然不真 2022年那次学美里 她硬朗依旧 骨骼轻气 牙口坚挺 和精修里线条流畅的样子 判若两人 颜值逆袭这件事 起码截至目前 雷冠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了 如果她真能再创奇迹 本真爱粉肯定要为她 怒写一篇庆祝的人 雷冠的变美之迷破了 故事到这差不多就结束了 接下来看看 2017届港姐选美最大受害人 同时也是最大受益者的故事 她的故事也是戏剧又跌宕暗 各种出乎意料不输雷冠 和一婷当年被誉为最美选手之一 是夺冠种子选手 虽然美得很不港女 但美得很标准精致 完全符合大众审美 尤其在雷冠衬托下 更显得她颜值倍增 可惜因为雷冠的强势拿奖 和一婷大热倒灶 只拿了亚军 站在雷冠旁格外扎眼 也因获得福还没正式出道 就拿了不少网友的同情分和支持分 出道后 她和雷冠资源确实天上地下 TVB把属于三甲的资源 都集中给了和一婷一个人 据积聚的拍 讽刺直拉满的是 TVB甚至还给和一婷安排了一个 嘲笑港姐冠军包衙的台词 仿佛量身定制一般 蛇诗曼张志玲的经典剧 10月初五的月光 在2021年翻拍 女主角也给了和一婷 剧里和一婷颜值很顶 各种复古浮夸造型也hold得住 外形没得说 但演技说服力不够 女主剧成绩不算好 事业又小小沉寂了一段 TVB在一段时间里 也有点闲置她没给更多剧集资源 可能是觉得事业发展前景不佳 有点无心恋战 2023年和一婷突然把心思放在了搞对象上 一搞就搞了个大动静和圈外富豪男友恋情曝光 恋情曝光后进展更快 短短不过三个月就宣布和富豪老公闪婚 并于去年12月悄悄完成了婚礼 当然闪婚的和一婷否认自己和老公是闪婚 说老公是自己认识很久的朋友 大家非常熟悉 并突然擦出了爱火花 所以决定走入人生下一阶段 都知道在TVB尚未没成功的小花 挨苦又不赚钱 找到有钱的优质配偶确实是很实际的选择 和一婷眼看迈入三字头 改变人生跑道也没错 但偏偏造化弄人 往往事情起变化 总是那么毫无征兆 在和一婷婚讯定下来的同一时间 她参演的新闻女王意外爆红 不仅香港本土红 还很稀有的爆红到了内地 包括配角在内的全员都上桌 在内地有了不同程度的存在感 戏份仅次于蛇士曼大女主的和一婷 更是吃到了不少红利 她扮演的小VCP那与口碑极佳的马国明 迅速让内地网友认识了她 成为TVB小小花里 第一个红过罗湖的艺人 工作量和曝光率暴增 赚钱机会也多很多 这突如其来的事业高峰 和一婷本人之前压根没想到 她也在走红后改口说 暂时没生育计划 婚后努力搞事业 只是一旦走入选择岔路口 之后的变量就又大了 婚后能不能继续搏杀拼事业 这口气能不能续上 会不会像其他几个闪婚女星一样 总归还是得怀孕生娃 暂时搁置事业 都是说不好的事 走红和闪婚同时发生的 和一婷心里有没有后悔过 不是当事人谁都不好说 十七届同样倒霉的 还有乌乐仪 那一年乌乐仪参加港节选拔 是这届外形最优质嘉丽之一 多家媒体都称赞她是先气里若通 翻版离子 从海选到决赛 乌乐仪一直是被看好的大热三甲人选 可惜的是她最后却颗粒无收 没夺冠 三甲不入的她被封为民选冠军 虽然成了落选家里 乌乐仪却得到了比三甲选手还好的资源和机会 比赛完就加入了议训班 隔年就签了经理人合约 开始主持 拍戏双线发展 近两年 乌乐仪参演了不少热门剧 戏份和存在感都很足 比如超能使者里 陪在女主角唐石勇左右的蒙蠢阿七 以及隐形战队里的男主角侄女珊珊等 虽然目前还没出演过女主角 但乌乐仪今年才三十岁 在大龄吃香 看中资历的TV比 她前途还是很有期望的 但眼瞅着事业蒸蒸日上 拍的剧也越来越多 乌乐仪却突然斩钉截铁 不留后路的退圈了 乍一看她退圈的消息 让人不禁惋惜 但其实她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附加千金 相比演员这个身份 她的人生还有更多的选择 据媒体报道 乌乐仪出生于加拿大 家族从事内衣生意 家境富裕 她的爸爸在内地创业 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女性内衣王国 在世界各地都有连锁店 而作为家中备受宠爱的小女儿 乌乐仪也和两个哥哥一样 被视为接班人 哥哥负责营销部分 她也早早参与到家族生意经营中 除了管理家族生意外 乌乐仪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2019年5月 乌乐仪一边在TVB打工 一边自己创业 投资6位数 建立了个人滑水衣品牌 Ebrio售卖自己设计的防晒滑水衣 2021年 乌乐仪和哥哥花鱼十万合资 开设健康贝国网店 Bagalicious 从食谱研发 包装设计 营销及送货等 都亲力亲为 生意做得丰盛水起 这么看来 当年参选港姐 更像是大小姐为了体验生活的一场尝试而已 退圈时 深谙流量密码的乌乐仪 还在小红书上发文 表示退圈以后更加随心所欲 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 包括自己的生意 上班工作 旅行 最后 她还给自己做了一波个人宣传 说未来会致力于开发内地市场 把个人品牌带到内地来 去年接受采访时 乌乐仪就曾透露过 应要帮手打理家族生意 未必可以兼顾演绎工作 没想到刚过一年 这位白富美千金就毅然退圈 开始一边继承家业 一边自己创业了 就觉得这届冠亚命运 是真戏剧话啊 像红红不起来的冠军 红起来却跑去闪昏的亚军 再加上直接退圈不干 不稀罕当明星的乌乐仪 这届选手 可能命中注定不出产紫威星了